创世基金会每个月都会募集到相当多民众捐赠的发票 而这些发票都仰赖志工们帮忙对讲 为了让流程顺畅 志工们会分工合作 负责不同的工作 同时呢大家也会想出一些小PayPal来节省整理与对讲的时间 更透过三次的确认来确保不会遗漏掉每个中奖的机会 认真则整理周上每张发票核对号码 一次又一次确认是否有中奖 这是创世基金会的志工们来到基金会经常会做的一件事 虽然都是重复同一个动作 不过大家的态度总是很谨慎 生怕遗漏掉每一个中奖的机会 而为了让对讲的速度加快 有的志工还发明了对讲核 依照尾数区分排列好省去不少麻烦 这样子分起来比较快啊 对不对 按照什么方式来分的 0到9 0到9是代表什么 尾数 后面那个尾数是多少都摆多少这样的 创世基金会新店分院从各个点回收发票之后 就由志工分工合作完成对讲程序 有人负责将不同月份的发票 或是电子发票区分开来 有人在依照不同的尾数整理排列在对讲核里 最后再取出以中奖的尾数发票 进行最后的号码比对 透过层层分工让整个流程更快速更精确 我们会让义工先做初步的先把它做分类 分类就是分月份的方式去做分类 整理好层测之后 再依照它每张发票的发票号码的尾数 去做分类 也由0到9这样分类 那一旦当开奖的时候 我们就会依照发票号码 很中奖的那个尾数 先进行做对讲的动作 那当然一张发票一口饭 所以每一张发票 我们都至少会对过三次以上 我们才会做确认它是不会中奖的 才做丢弃的动作 创世新店分院有许多资深志工 有的甚至已经在这里服务超过十年时间 大家都觉得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一份工作 但收获对每个创世收容的植物人来说 却是大大的帮助 我现在是比较没有对那个中奖的 现在都整理这个 那当年那中奖的时候很开心 我退休就来这里了 这没事就来了 我到很多个地方当志工 来这边当志工的感觉是什么 打发时间 那像帮忙对中发票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吗 是是是 一张发票对创世来说就是一个希望 希望大家能够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选择发票帮助创世植物人 记者声评 张门奇新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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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